这个话说佛光山也是因为我们在 我们庆祝佛光山开山五十周年 那么就我们在全世界的佛光山 头部在展览这个图像 五十周年的图像回顾图像的 这个图像展怎么讲应该是吗 影像回顾图像展 那就今天在佛光园是 圆满的一天 那么在这个圆满的时刻 我们师父就建议说来一个话说佛光山 因为师父真的有很多故事跟我们分享 在十五号那天在道场的时候 分享了各位师父的出家姻缘 那么今天我们转一个角度来请师父 因为当时他们都不悦而同 在不同的时期进了门 进了佛光山的门 之后呢你们大家看 我们的永不法师已经出家三十年了吧 但是多年了 不要算师父几岁 那就我们很多位法师都 看看待会他们会不会跟我们分享 他们出家多少年 但是出家了这么多年 那依然还跟随着基云大师的脚步 在肩负着佛光山的弘法教育的伟大的事业 那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们留在佛光山 还继续到处的去不同的国家 我们全世界有三百个佛光山寺吗 去到处去 还要跟我们弘法让我们受教育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 那我们就从这边讲过去好不好 师父 好 让满意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到底是什么力量 有什么故事让你把佛光山当成是自己的家一样 好不好 有请 我们对着佛光山寺 我们对着佛光山寺 两位师兄 佛光会会长 艺术长 跟主持人Betty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副会长 范夫会长 她刚刚娶师父 大家攻击她一下 其实我是在大师1991年 来斯卡布尔斯蒂芬里克尔的时候 听大师佛学讲座的时候 我一年之后就决定出家 在这个出家之后的姻缘 很感谢我们常住 给我们一个姻缘 在这里参与在明石沙的建设的一个工作 那时候我就跟主持人 Betty 因为她很帮忙我们一些文宣的工作 常常在电台访问我们 主要她希望多一点人知道我们在盖佛光山 在盖佛这个过程之中 当然是我们就是盖助师父教育 我们的那个信息 然后呢 我们师父很小 他就吃苦了 在高伦多有没有吃苦 苦这个字没有了 所以在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想想我们的师父 我们勇气做出来了 当年那时候没有这么多人 我们在一个town house开始的 然后呢 town house之后呢 我们就搬到一个房子 从一个房子呢 也都不够用了 我们就租一个地方 就等于我们现在住持了 这边是三个的地方 老实讲不算小 但是呢 很多都从这边过去了 所以我们住持了 也很慈悲 在这里呢 找到一个佛光源给我们 我们都是依照我们师父的 给人信息 给人方便 给人希望 给人翻洗 最重要的 我们大师呢 一生鸿法的 就是要给大家翻洗 我们是鸿养人间佛教的一个道场 为什么我在我事业这么成功 包围放下 就是翻起这两个字 就是人间佛教 师带终止 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当当年我在 带人这个童节呢 我看到了个师姐说 我很感动 我不是特意令到你很感动 因为我的心里面 真的很感动 感动之中又很感恩 所以你听来的时候呢 你觉得你很感动 因为你本身是从台湾来的 你知道是台湾当初 西音大师到台湾也不容易 我是看西音大师的 普门 当初的时候 没有这么豪华的地方 也没有图书馆 只有一本杂志 就是每个月的普门 住持 第一任的住持 知道我一定每个月的第一天 我一定到报场 要我工作很晚 我主要就是要看这个杂志之中 有师父的预知 所以我能够从师父的预知里面 学的很多师父怎么把佛法 现代化带出来给大众 他不是教人家一定要拜拜 一定要怎么样 他最主要是以教育 听得懂我的博语吗 给我鼓掌一下吧 那个师姐都知道我以前讲博语 他根本听不懂的 所以这个教育呢 其实呢 它是很慈悲的 我记得我出家之后 为三项 师父是很慈悲 他跟我说 你这跟我们一个车为三项吧 当时我在土门市 挂当几天 刚刚我们师父哪里 叫哪里红房 我当年很觉得自己真的 觉得很受土料金 可以跟大书同为三项 然后回到三项已经傍晚了 听得懂 然后呢 就要吃 用斋了 对不对 但是斋堂已经关了 师父就知道 你到我的 聊 一同 放汤 对不起 一同用斋 我真的很 真的很 觉得自己很允许 所有人 他师父一坐下来 他就问我 你觉得我的法庞怎么样 其实 我这看光带房子的人 我只是讲 不错啊 就很不恭敬 但是呢 师父呢 就问我 你在三项 你应是难为法师 我三项 什么人都不应思 我也要讲得不好 我只想到 那时候 我在西来之看到了 那个伊恒法师 他是佛学院院长 我就说伊恒法师 他又看住我 还有呢 我就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碰到一个师兄 他胖胖的 很好笑的 叫满文法师 所以我就说满文法师 然后师父呢 就叫孝师母打电话 叫满文法师来陪我一同拥债 虽然小小的 但是看得出 但是真的很细心 他能够想到 这个傻傻的人 要不懂讲国语 又不懂得怎么跟我高通 又没有吃饭 又这么陌生的地方 什么人也不懂 他知道我心里可能比较 就是不是很那个嘛 所以是否将 逝去将我们的给人家信心 给人家方便 给人家希望 我为什么选这个呢 因为这个信条是我们佛光人 每天都要做的 我希望我虽然讲的很短的时间 我希望能够给你们翻识 你们翻识吗 非常欢喜 非常感动 师父满意法师也因为四个信条 所以他就这个力量 就把他留在佛光上 非常好 那过去就是有过法师 但是我想把有过法师 放在亚足的那位 好不好 顺序就好 一较空心 一较空心 好 我们有请有过法师 帮我们分享一下 究竟当然很多力量 把有过法师留在佛光上 究竟最大的力量 是哪一个力量呢 师父 对 分享 哪个力量 其实是很自然的力量 因为从建造师父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已经决定了 我身身世世都会跟着师父的 当时因为我才刚刚学佛 我才十五天 那么佛光山的开山建设在那个三十几年前 可以讲基本的大概有将近一半是完成的 就将近二分之一是完成的那个年代 三十多年前 那么在我看它已经很大了 而且三十多年前台湾是处于一个佛道不分 到底什么是佛教我们都不清楚的那个年代 所以我可以看到一本书叫做释迦牟尼佛传 我可以见到一位和尚叫做新云大师 当时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说我到佛光山来 我算学佛吧 是第十五天 我说十五天来 我看到某一些人的行为 我已经对佛教失望了 那大师您在佛教有五十年吗 我当时问他 大师就说有 我说大师啊 我十五天我都失望了 大师您五十年来 您失望过吗 失望的时候怎么办 那在我想这个问题 我跨了一个很大的跨度 叫五十年 大师可能要想一想 在记忆里找一找 但是没有 我刚声音刚停 师父马上就说 从来没有 never 从来没有 我是有点惊讶的 因为大师都没有思考一下 然后这么长时间 可能没有失望过吗 那么我当然有举例说 为什么我到底看了些什么 为什么我失望 比如讲 我看到一个穿曼衣的老菩萨 去推一个小朋友 我就觉得 学佛到最后 这么不慈悲啊 我就从一个人的行为 然后我就对佛教很失望 可能我看了一个 也是大曼衣的人 然后他会冲烟 我也很失望 这样我好像刚刚在看佛教的人 我把佛教看成是所有的人应该都要成佛的啦 应该要修行是圆满的啦 这样 这是我 我想有一些初学佛的人 可能也会用这个标准看我们 那么 当时我这样子问 我举这些例子讲 然后 师父说他从大陆到台湾 他可以讲就是身无分文 然后到现在有佛光山 虽然当时的佛光山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大 但师父说现在有佛光山 佛光山不是我的 佛光山是所有大家 共同成就的 然后如果没有 师父就举例说像你们就讲 我当时是在佛教文物成业馆当义工 其实本来答应讲好当三天的义工 我答应人家去帮忙 结果 进去就看到观音菩萨丢想 我就满脑子想 我策划 怎么样可以留下来不要走 当时就一直一直赖在佛光山 不走的 但总之有那个姻缘就见到师父 这样问 那么师父就举例说 像你们到陈列馆来帮忙 你们有穿了就是旧的制服 吃的都是朝生会馆拿的圣饭圣菜 你们住的那个铁皮屋 那个真的是一片一片这样 就是说一下雨就马上我们就要拿 我会先撑伞 保护我的书 因为我们个人的房间没有房间 只有一块踏踏你的位置 书也在哪里 衣服也在哪里 先保护书 然后就拿点团 拿抹布毛巾这样 我们对我们生活的条件就是这样 师父就说像你们这么年轻 你们应该到山下去 跟你的同学朋友去享乐 去看电影 去吃去玩 你们没有 你们在山上 这个荒山野里还有我们这群穷出家人 你们如果中间有什么人有什么不如法 讲话做事有不如法 师父说我感谢你们都来不及 我怎么敢失望 就这样讲了山上很多单位 我当时真的一边听一边流泪 我虽然初出学佛我情不自禁我合掌 我心里头想了 我这一生我这辈子 如果我不跟随眼前这位大和尚学习 我要去哪里去跟谁学 我当时真的感觉到我看到一座高山 我看到一片大海 很高 很深很广 那个当时我是22岁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尽管我的父母都是人家赞叹的 非常好的人 但是这么宽广的世界 就从一位出家人的言谈里头 把我带到一个好宽广的世界 让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我应当如是学 有一天我有可能这样 我当时没有想到说我可能怎样 但我只确定的我要跟这位师父学 从此一生我学不完 当然这一走入门 师父对我来讲如师如辅 在我心中师父是三合一的师父 本来这段话想要留到七月份 还有一场师父与我的分享会 那这样提出来 我讲这个力量还是来自于师父 就来自于大师 他个人可以讲 没有新年大师就没有佛光山 没有新年大师也没有我们在座所有的人 当然没有我们可能也没有各位 但总是很多人看的佛光山很辉煌 很大很美很多么好这样 但是各位去看那些黑白的照片 真的是荒山野岭 真的是人家都不看好的这一些 可是我在看我每次看这些 我都看了这些古时候的人 在看了那个五十年前六十年前七十年前的照片 我总想当时师父怎么会知道会有今天呢 我相信师父不知道 但是为了佛教 他就是不期一切的一直走 就是坚持一直走 师父走的是一条非常辛苦的道路 今天当然没有我足够的时间让我来 分享我心目中的佛光山 佛光山其实是很辛苦 包含多伦多佛光山 我想为了讲都蛮辛苦 刚刚每一法师蛮辛苦 我其实没想讲很辛苦 为什么呢 我听以前每一法师是客气 他都不说他筹款的辛苦 我听几位兵干父师姐 我们的念心法师他们 他们都 我听他们讲 他们当时谁晓得佛光山 要见识这多人多 多人多谁知道佛光山 不知道的 所以他们拿着化缘的布子 功德布见识发起赞助 他挨家挨户去按门铃 一块钱 这样子请人家赞助 他说甚至于 到有的时候按门铃 人家放狗来咬他 他吓得被狗追 跑跑跑 跑一段距离吓哭了 他是这个安省的这个叫做什么 税务部门的这个也是一个主管 但是他就要一块钱一块钱 然后被狗追差点被狗咬 他说他眼泪擦一擦 继续走为刚刚还没按门里的那边 我们在按继续跟他解说我们佛光山要见识 所以佛光山其实真的是 空中生妙有 从无到有 总本山是这样 师父带着我们是这样 那个早期开山见识 我举一个例子上 为什么有些事情我们要跑前面去 为什么 我们在山上看到永远跑第一个最苦难最危险的地方都是师父 我记得有一次我已经毕业 如果我在山上我们在佛学院 听到女众学部的有一口 那个已经挂了五十多年的一口钟 小小的 那个是上下 平常是上下钟 但如果听到那个敲法 我都去敲过 如果是这种敲法 就是哪里出事了 那大部分呢 大部分是大雨之中 水来淹 哪里要贪荡要倒 或者哪里有火苗串起 像这样 那我们通常 大部分都会先都是抓脸盆 你都不晓得是要去泼水 还需要拿沙子 我们经验一定每一个人手上抓着脸盆就跑 然后一边跑 一定问在哪里在哪里 然后大家有的人就讲哪边 有的人 我已经毕业的那一年 我印象很深刻 一次的台风天里头 我们大概是回去开会吧 我刚当指示 台风天 听到那个众生这样 巴拉城是哪里要探放 沾上是一山填海 把它填起来的 一座平台去建的 那么我们拿着脸盆 跑过宝桥 跑过宝桥的时候 看到了那个谭信楼 也是朝山会馆 旁边接宝桥 那一块不是有一个信徒之家叫谭信楼吗 那个地方工程中 可是呢 那时候还没有工程 只是在准备 那个地方 桥边 在摊 已经看了他滑下去 那个滑坡这样滑下去 站在那个滑下去 最边边 就是我们的师父 站在那里 那个风雨交加 很大的雨 我就看到一个很高大 魁魏的那个身形 就站在那个边上 那个边上是没有余地的 只要在 因为他在滑 看看几尺 那个路才八尺 十尺宽 那他在滑 他如果滑下去 朝山会馆会倒下去 所以那个边上 已经滑了 应该是就这么一段举 就是两尺 滑下去 师父就站在那个边上 当时我们拿着 庆祝要去拿沙子 要去填土 其实那个宝桥山沟下去 很深的 但是当我们一群人 从哪里要拿沙子 哪里要填 哪里要到这些的时候 在那个风雨中 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就是在往前 只要在滑 一点点 师父会怎么摔下去的 很深的 宝桥是很深的 可是我觉得师父 一向都是拿他的生命 帮佛帮山 好像 师父是义无反顾的 就好像 第一次办大教佛学家立营 这样百个年轻人报名 第一次在佛教界是很大的事情 那个在六十年前 五十多年前 没有水 水塔没有水 那个古时候水塔没水 就全山没水的意思了 那所谓的全山 其实就是现在相当于 女众佛学院那一块 地方叫第一起工程在那里办的 没有水 师父说 他找人修 当然不容易修 那个人本来想跑 甚至要回家去拿工具 师父知道他 想要放弃 师父说 那我陪你回去拿 那个来就算了 再留下来再修 终于他说修好了 他修好了 没有听到声音 师父说 他趴在那个水塔边 然后他对着佛菩萨发愿 说我愿意把我的血化为水 让这些年轻人 可以喝 可以用 可以洗 让他们种下得度的 这颗种子 把我的血化成水 供养他们吧 什么力量呢 我们的师父 远远不断的力量 直到现在 九十岁了 看不到啦 天天一笔字一笔字还在写 站不起来了 要有一个男众弟子 帮他从后面推着他站着 他走不动了 轮椅到不了的地方 他人就会出现了 耳朵也听不清楚 尤其是透过这个麦克风 这个speaker下来的声音 师父是很分散的声音 所以我一个人 像我这种声音 比较沉 师父的耳朵听不到了 要比较特定的几个人的频率 所以进得去 师父还是一样 带动着佛教 不休息的 所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知道我们的计分人员 都给我几分钟 但是我就要讲 也是因为我们的师父 其实 你像马尼法师 他出家的时候 那个头版的报纸 是什么报纸 世界日报 当中这几天全版采访报导 现在还有什么人 可以这样全版报导 为什么当时一个 这个agent 叫金牌经纪人 那个马尼法师 他可以这样 他在社区是有代表性的 他出家 他当时的影响是这样 我看 其实就我们多人都来讲 当然我们的妙居法师 我们的这个恩奇法师 包含今天没有来的妙让法师 妙梦法师 其实他们过去在社会上都是 真的也很奇妙 除了我之外 我是没有在社会上工作过的 没有社会经验 读完说就直接报道了 我们的法师们在社会上都是很有经验 用着代表 用着贡献 那么的 更别说 其实师父带动的佛教 青年的佛教 儿童的佛教 佛教的传承 佛教的现代化 国际化 异文化 本土化 实在是太了不起 给我去想一想 过去 如果我们没有接触佛光山 我们可能接触某一个寺院 那就是那一个寺院 可能就是那一个寺院 可以教导我们的佛教 但是今天我们来认识佛光山 我们看到 是全球的佛教 我们也可以从人间佛教的发展 看到未来的佛教 所以他的广度叫全球 全世界的佛教 他的这个延展出去的长度 就是未来的佛教 我觉得我们看佛光山 当然必须从新年大师看起 他的能量 他的运力不可思议 我们来不及在五十年前 六十年前 跟着大师参与佛光山的开山路 我们这一辈 也来不及 但是我们通过五十周年的 影像回顾图像展 进了好好的认真的 用心的去看 无数次的看 每一次看 就是充满了那种感情 所以什么样的力量 大师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这是一个感动的世界 这个力量我希望可以感动我们大家 也号召我们大家共同为人间佛教的延续 我们共同来付出 共同来努力 好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永宫法师 真的是因为大师 永远不断的力量 就带着我们这么多的法师 那永宫法师 这次是第二次来我们多人多做助持 也是我们也看到 我们这么多位住持法师的带领着我们 我们多人多不停的 不断的也是在进步 谢谢法师们 好 到我们来自香港的庙居法师 跟我们分享 这个名字到底是用什么力量 让您留在佛光上 大家好 我一趴进来佛光园 就听到两位师姐说 师父你在图片里面哪里啊 然后我就说 我为什么会在图片里面 然后他们说 我在跟庙齐法师是同期的同学 他们找到庙齐法师 可是在里面没有找到一个像我的人在里面 那我是跟佛光山什么姻人 其实是似乎 我在社会上面做了二十几年 我本身是开一个小小的店 那有一天我自己问自己 我待在这个店五年 我还是这个样子 十年以后我还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的人生里面 当然在开店的时候 一般就是 你说吃啊 应该有的一些物质啊 或是说家庭各方面的 其实都 我都觉得我蛮圆满的 可是我就觉得 在心灵上面 我觉得是缺了一块东西 可能我们做这个插瓜的行业 它对一种事情的一个要求啊 是蛮高的 就是觉得 我虽然完成这个工作 其实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好 都是凡事都要求完美 可是在完美的背后 往往我们都会觉得很脆弱 就是没有一个东西 在我们的背后去支持自己 觉得我这个决定是正确 所以就开始在这个 宗教的一个领域里面去寻找 我觉得我心灵上面 确认了一个区块 那当然也有因缘接触一些 什么的基督教 或是说其他的宗教 在一些书本上面都有看过 可是我就不能接受他那句 就是七天上帝就创造这个地球 我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人 我觉得他的理论 我没办法接受 然后就慢慢有一些因缘 我就觉得跟佛教里面 那个时候我们家也没有一个宗教信仰 我家里面是传统的拜拜 也没有人带我去什么当义工 或者说去供修都没有 我都觉得我是一个人在那边闯 闯出来乱闯 也不认识佛光山 也不认识星云大师 什么都不认识 我也没有像你们有朋友 有信徒带着走都没有 我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发生就是我觉得 我想要有一个东西 然后那个东西的因缘 就很奇怪 就可以在背后慢慢去 让我一步一步的放上 然后在有一个因缘 就参加佛光山的短期出家 特别从香港法门的店 那时候还没关 然后他就请家去参加这个 短期出家的佛光山 参加的 举办的短期出家 那个时候 我印象里面最深刻是 魏宽法师他上了课 因为几乎其他法师上了课 我们都在那边打课 所以我魏宽法师的很有趣 然后我心里面想 哇 改天我一定要学他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气氛里面 那大家都有哪一种感觉 很快乐的 在那个时候就这样结一个缘 然后后来参加原短期出家之后 我就发觉他另外还有一个 可以学习的一个空间 然后呢也参加了 那个时候是为期三个月的一个课程 他本来是要去美国跟加拿大 那个时候是很便宜 好像一万块吧 台币吧 十万块台币好像是 那我们在社会上面做生意的人 当然会算 就是算他便宜 四个月 四个月 你们说四个月 然后包吃包住 一包一支票 然后从加拿大飞到美国 美国飞到加拿大 就飞来飞去 我算算算算算算 他就被算进来了 不是算出去 然后就觉得很好 可是那一年因缘不具足 那个时候是碰到九亿异事件 没有去得成美加 然后去了哪里去呢 欧洲 南天寺 南天寺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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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他一开始的时候说 这一期的出去玩的地方是澳洲 那我不会参加 因为我去过 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因缘 也就随时应该就去吧 然后结束之后呢 就有一次因缘 就师父请我们同学吃饭 他每一个同学给一百块 让我们去地水坊吃 然后我们的同学就说 也邀请师父跟我们一起去 那时候是 应该是第一次看到师父吧 然后就 师父做的 他帮我们摆的桌子 也是一个长条座 师父是坐在那一边的头 然后没有人靠近师父 他这一边的 靠近师父那个位置 同学都一直往那边拉 然后就空一个洞 我就坐在这个位置 那个时候就觉得 这个师父好高 好大 然后就有一个同学 就断了一碗面 就给师父 师父就拿着一个筷子 那个是拌面 师父就在那边拌 拜满之后 他就往我这边推 我那个时候我就 喔 就吃吧 些吃吧 误会自己拿一些 然后也分给同学 然后在师父吃面的时候 ほников 就像自己棒棒一样 就拿着一边 雪 雪 成续是居然 原来没有生意 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原来这位师父是那么的 很平易跟近人 就没有说我当学生的时候 去跟法师请法的时候 我们是不敢靠近法师的 是隔一个门槛 我们同学在外面探头看法师 我们不敢踏进那个门的 我们当学生的时候 可是那一次跟师父这有这样的一个姻缘 我们坐在那边吃饭我就觉得 你原来可以那么靠近 然后还有最后同学还要求 每一个同学跟师父拍一个单红的照片 那个时候是晚上 然后每一张照片都有闪光灯 然后我们二十几个学生 我说如果是换的是我怎么办 不可能的 这样也化掉了 最后也是我跟另外一个同学 就说我们赶快上去派过这算了 这不要让师父这每一个同学都一个灑光灯 那个时候是真的完全不认识佛光灯 然后我们是来 我是来自香港 香港跟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香港是法里情 在台湾我看到的是情离法 所以在做很多事情上面 确实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怎么会这样 很多时候都怎么会这样 然后在这样 怎么会这样的过程下来 走了十几年 我也慢慢觉得 当初选择出价 那这一条路是正确的 谢谢 另外一个非常感人的分享 那我们妙君法师呢 我们每一次看到大师的相片 大师的新闻的这个发布的时候 我们都感觉很亲切 这个就是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阵这种力量 好 那我们从马来西亚来的是吧 妙君法师 其实我们多伦多啊 多伦多的早期的信仇啊 跟妙君法师很熟的 他在我们多伦多还没有出家之前 在我们多伦多也是相处了一段时间 那么那个时候也是非常 在多伦多的道场里面也是担任很多工作 这次妙君法师再回到我们多伦多的时候呢 他还看到很多说 这个这个我当时师庭组吧 那个那个设备的时候 他也当时参与很多工作 好 那我们现在来听见我们的妙君法师的 您跟大师出家了之后 是什么力量把你留在佛光山 而且呢 用什么姻缘把你调毁来多伦多伦 请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贝迪您把我介绍了 我应该不用讲太多了 我今天能够坐在这边 就如贝迪师姐讲的 真的感谢多伦多伦多伦方山 我可以想说是成就我 出家因为在还没有 还没有解释多了多的办法之前 我对国教也并不是很熟悉 也不是很认识 那我想说这个印象 我相信对我来讲应该是一个勇气 这个我踏入国门 是因为当时我是回来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是在Hotel 我是Hotel Manager 也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工作 在世界各地 所以那段时间觉得很累 因为常常在海外工作 都是没有一个定点的地方 那时候因为身体的关系 所以回来这边刚好那个时候 应该是1998年的时候 那我二哥刚好朋友 我二哥在Toronto这边 刚好他成立了一个公司 那我那个时候就趁着这个一年 就来到那边多了 那在多了多的时候呢 因为不认识朋友 因为我本身是在墨哥华长大的 所以在墨哥华那边 团友家里人都在那边 那在这边的话就不太认识朋友 那我本身就比较喜欢看书 那来到多多这边 就想说喜欢看一些中文的书籍 那就去问我一些朋友说 有些什么我本身对哲学的一些书 就比较有兴趣 那那个时候就找到他们说 在佛邦山那边有一个图书馆 那我就 那个时候我是住在我哥哥家里 他是在Nordio的 就从Nordio 那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没时做嘛 那没时做直到 到Toronto 那个 不是在Toronto 在那边是沙卡 我们的那个图书馆 然后去每个礼拜去借书 那时候接触的是 邀请法师是 现在是温泰王那种专家 他是在图书馆 那我大概每个礼拜都 礼拜六礼拜天 都会到图书馆去借书 那他也讲说 他也每个礼拜都来佛邦山 就是在这边 那有些书 可能需要你帮忙 就是可以来当运工 就是从这样子一个因缘 就我个性也比较的 比较安静 很少做参加法会 慢慢就打算说 我们楼上有法会 有些什么活动 我就跟他们讲 我去看书就好了 我就在里面那个 那个编书 我还记得任务法师 都有当时的那个 大档听那些什么 所有的书等 那我都有参理 晚上的时候 都把门关起来 我自己就在那边编书 后来不晓得 我想应该是有 那个时候 我也是很感谢 有部法师 法师 来到 就是那一段时间 有部法师 那我没有去法师 在旁边说 听听有部法师的一些 远讲什么 我也没有什么兴趣 我想说我只是来休息 就是编编书 然后我就可以去上班 那这样子 所以那这个法师 那个时候就想说 来参加我们的法律 我们都拒绝了 没有说来去参与 不过有一次有部法师 好像是发掘有政府的 这一号人物在那边 我也不太清楚 是在2000年的时候 有一个农民 就是千许万福 那个2000年的一个过年的时候 就请帮忙那个书长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书长 过年的书长在那边 那就是透过教的一个应用 我就去帮忙 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接触 后来就是也开始 忙碰认识说 事业里面的法配法 有些讲座 有些活动我也给参与 那比较吸引我的 我觉得就是说 我发生就是传统于现代 那我们因为在万民很少 就是一个观念里面 就认为是 佛教都比较保守 那我们觉得 佛光山是蛮开放的 也就是在管理学方面 一些都也保留了很多一些传统 那也是蛮现代化的 那对于我们这些 就是这一代的 这个年轻人那个时候 就是觉得说也很适合 然后比较比较有基督 就是基本能够认识佛光山 就是认识佛教 那那个时候就有 后来有法师也介绍我 就是说有圣兰书宴 有圣兰书宴能够多一点的认识 那我就开始报名 那时候我还在工作 还没有 还没有自己工作 就报名之后 那个时候是结培法师 有一期是到南非的 他就说我是南非 那我就心动了 南非有蛮吸引我一个 蛮事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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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邀请另外请一个人 那我一把说好吧 那我就持续工作 我就打包打包 然后就报名了 结果就是要离开知情 那结培法师那边 就写了一封信 后来说这个取消了 我那天就收到这个 结果我说这是什么 什么样的机构 所以这样子 然后我就把工作也吃了 也被我哥哥骂了一顿 然后打电话去 那就我记得他说蛮早的 我就好紧张 我打电话给一个护法师 然后有护法师的时候说 蛤有这边没事吗 那很不晓得护法师 还记不记得 哦记得了 哦你不晓得 后面的故事很难 就不晓得 因为我不晓得怎么样 再跟我哥哥交代 说要回去还是不要 他已经请到人了 我已经没工作了 所以那个 那个房子也全部都打包好了 都要打算回去台湾 然后去参加审安书院 这样子 我会觉得说好奇怪 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说 哇这个事业有点 表面看起来好像蛮 蛮OK的哦 其实这样子的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是有点驱惊 可是后来是 那是护法师说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现在没有工作哦 那因为道场呢 嗯 就是也有一些工作 我可以帮忙 这样子 那我就没办法 因为那时候也都可以吃了 那只有这样子的一个offer 我想 这样子 这个勇气啊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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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时候 就是一些 到场的一些工程 参与一些工程 也 还有一个就是法定音乐 可能是那一段音乐 然后就是接触 后来就 后来有护法师也鼓励我不起算上 多多学习 那一个音乐就回到东北塞 那时候我在东北塞 我是在国际处警会 那就是负责翻译的一些工作 负责一些导览的工作 就是我就是外语嘛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音乐 就是对佛教的一个 妈妈妈妈的一些建议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信心和认识 那有一次 就是那后来我就觉得说 自己的一个 接下来还有就是 我就是有个音乐 就是跟苑青法师在一起的 我们的一个圣案 就是 有一几个月的时间 在合定日本 在台湾 这样子去学习 那结果那一段时间 这个成天 跟苑青法师 那我觉得我本身的性格 也蛮适合出家的 就是在寺院里面 我觉得很想 很适合我自己的一个性格 也能够帮上一点忙 在翻译上也好 在导览 还有继续工作 所以就 就参加了 圣案书员 这样子的一个音乐 就跟苑青法子 我也同时的在学习 那圣案结束之后呢 我就打算书案申请 出家 可是还是有个考验 那个时候就正正的 就认识到师父了 然后重用出家之前 那也是一个人 我在 我当时是在师父 师姑寺 他那边有个师姑寺 在那边 然后就 师父有一次 那时候我已经决注医 都申请好了 传统会都接受医 我就会出家的申请 也打包好了 东西都打包好了 都弄好 要准备的时候 要隔一两个礼拜 要出家 这样子 传统会都OK 那有一天就 师父有进过我们的办公室 那天就说 那时候他就要救我 然后就召集 然后传统会 那边有几位师兄一起 他就说 我们在大陆那边 有一个项目 要去看一下 那你也可以过去看一下 这样子 后来我就 到隔天就 我说师父 我要准备要出家了 他出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说没关系 你就跟另外一些学生 回去打了 他说喔好 他就到上海那边去 上海那边去 结果到了那边去的时候 师父叫我留下来了 就不要回去 我说不行不行 我不要出去 来来一个又拦住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说这是你在考验我 结果我回来的时候 是隔天就要出家的那个典礼 那我当天晚上我才赶得回来 那也是因为我自己争取 我说我需要出家 我坚守我们必须要完成的出家 不管怎么样 我就决定说还要回来台湾 所以刚好那个时候 我校师傅在我那边 他觉得我妈可怜 每天不高兴 只要问我为什么 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传统会说 放他回去 他给你讲 所以我就才这样子的一个女儿 后来出家 出家之后就进入长堂 那个时候女生们去把说 我们都是同一起的不同餐 所以这样一路来 我觉得这个力量就是师傅给我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勇气 就是对这个我也觉得说我在这方面的真的 医生们要学习的需要很大的一个我们所有的解释 要有这个勇气去承担 所以说不管好的不好的 出家最好的真的是不容易 可是我觉得我很感恩 我很感恩说大家的一个成就 是否给我的所有的一种考验 我觉得我从中成长很多 我也很感恩 尤其是护法师 他给了我很多的音乐 其实他都常常在照顾 所以我觉得赞助的各位 其实也是我的 是我的一个恩怨 你们都在成就我 在道上面 能够有这个勇气 我们大家在活到上方 就学习师傅 就是师傅这边的 这样子的一个大人 大人或者这句话 我们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物 让我们的生命 要我的很有意义 我们要联满我们这一生 就是把我们所能 我们很诚实的 很真实的对自己 把我们自己的文出自己 把我们的 脱布活着 帮我们认识我们自己 这样就这样 谢谢 非常谢谢妙琪法师的 这么诚意的这样跟我们分享 那原来妙琪法师的 这个力量来自 他见证大师很多 对承担各种事情过程的勇气 那当然这些勇气 也是灌输在我们各位法师的身上 那时间也非常紧凑 我们的季芬的师兄 非常仁慈 他看到法师这么充心的分享 他也不想举牌 那我给他打颜色的 他根本都不向我看 所以呢这个时间很好 但是我们真的是很不舍得 让师父停下来 我看到勇工法师拿了 麦克风 是一个 我只是要提醒举牌的人 真的要举牌 那个牌子不在椅子边后 这样 不要一直举 举到那个讲的人看到 我刚刚看在椅子边就晃一下就 我们就收牌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其实是 还有几分钟可以留给现场发问 因为我看到后面像蒙斯特 刚刚才带几位朋友进来 我们前半段讲了 没有听到 有没有什么你们想要问的 有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就换场了 今天是两场 看见前面把师马上站起来 请坐下 对 后面还有几位居士 我们的信徒代表 也要来分享 是我们互动一下 我知道你们一直一直在点头 点头 一定是有一些问题 那么站起来 我可以站起来 那如果互动一下好吗 那我们放个五分钟来互动 我们这么难得有四位法师在座上 那请 我们每边有两个问题好不好 先那边吧 我看到很多师兄看着我好久了 是否 我们有的是microphone 麻烦哪一位师兄 师姐可以帮忙 来递送一下这个microphone 我们那边有 有事情有怎么就说话说佛光山嘛 那我们的法师在 或者是你们对话说佛光山 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地方 也不要浪费这两个提问 好吧 这边开始想哦 两个提问在这边 两个提问在那边好不好 你们看到 对 影像 这个图像展 你们看得出哪一些是我们佛光山的长老吗 我刚刚问了几位真的没有人想到 也看不出来 尤其是荣师傅啊 慧师傅那些 因为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位法师 其他的寺院的法师来参观 那他曾经参访过我们佛光山 总本山 那他也在说哪一位是谁啊 他把我真的考 考下去了 我真的看不出来 刚刚有过法师就点了几位长老的 年轻的时候 哥永贵的时候 也许呢 各位可能对这个我们在多人多的部分 各位很熟悉 很有感情 也有可能你在那里看 啊你自己在哪里 你参加哪一场 受戒啊 哪里啊 你会比较注意看那些女参与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去看 那个在1953年 就是以我们来讲 我们出生以前的那个年代 师傅在做什么 各位可以看到那个第一台的 那个幻灯金吗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 其中有一张图片写着 这个影像就图像展 图片这个展示的 那个那一张呢 我现在问的都是黑白照片 你们就知道说 现代啊 时空隔了六十年 其实六十年前 大师已经是用现代化的这些 就是比较怎么讲 这些科技的产品 当时一台幻灯机都不得了的 他用那个播放 他去印度时候拍摄的画面 然后来讲演来上课 然后现在师傅说我们可以有图像展 原来在六十年前师傅已经办过了 我们这个星期六二十八号 要到Mississaga的Celebration Square去游行 其实六十几年前师傅在宜兰 已经带着那里的这个不管大人小孩 然后其实年轻人几乎是万人空巷的 全体这种框源的在参与游行 而且那个游行啊 比如说我就看了庄师傅 他是演这个 他说他是演摩登前女了 就是要找最漂亮的 然后演这个摩登前女 然后谁是演摩烟夫人 谁是演什么什么这样 已经是穿着那个印度的服装 戴着皇冠或者怎么样 然后演这个佛陀的故事 然后游行的那个卡车 那个上面还有大象啊 还有什么呢 菩提树啦这样 敲罗打鼓的 真的每一条大街小巷这样去走 那个都是讲的都是六十多年前 而且六十多年前在宜兰 几千几万人在游行 今天我们来到加拿大 东伦都 我们办起活动 有时候我们讲 我们有几千人很多啊 六十几年前师傅的记录比我们还多 所以我们去想一想 那个在那个六十几年前 然后师傅已经在为了佛教 他不惜一切的 那他要经过多少的这些阻碍啊 葬烂啊 葬烂啊 这些磨烂啊 通通都有啊 所以我想今天因为是话说佛光山 那我们师傅讲起来比较多听到是出家姻缘和来山姻缘 其实在各位在多伦多佛光山或者在万景佛光园 其实你们在一个地方 但是你们学习的背景来自于总本山 你们就接触我们几个出家人 但是我们的背景来自于心灵大师 所以我想饮水湿源 就是要知道那个根源 我觉得师傅到今年九十岁 他挂心的是佛教的传承 他挂心的是信徒人民的安乐 他挂心的是两岸的和平 他挂心的 师傅说他不是像一般人想象中的善人高高在上 师傅说他是人 他心怀天下 他挂心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从原本的师傅一辈子的努力 他说一切都为了佛教 到最终师傅说 其实 后来你也发现 也不一定有什么框架在那里 他就是为了人 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好 我觉得这位长者 就像我们大家的家长一样的 他就是为了我们 但真正为了我们 其实是师傅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真正 安乐的解脱的地方 轮回是动荡的 不安的 是可以讲危险的 所以师傅像我们家长 爱护我们 真正安护我们的家长 希望我们在人间佛教的学习上 继续学习 有所谓人臣及佛臣 你把人做好了 人什么叫做好了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这一些你都掌握得到 你不会愉悦 你不会犯规矩 你不会造恶业 你知道什么是因 什么是缘 什么是果报 你懂得这一些了 这些全部讲起来都是佛陀的教导 也都是人间佛教 你要懂这一些了 你不会跑到恶道去 师傅是真正引导我们 在作为人的修行上 生活上 引导我们不会堕山土 就是不会跑到恶道去 引导我们从人的完成 一直到觉悟这条路 所以我想佛光山的五十年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少数人 这五十年参与了一半 或是多一点 多数人少于 少于这五十年 一半都不到 但是我希望 我们应该要好好学习 尤其注意 就叫信仰传承 有信仰传承才有第二个五十年 第三个五十年 第四个五十年 佛光山大师提倡的人间佛教 走多少年 佛教就是多少年 人间佛教如果没有了 人间佛教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也就是佛教即将灭绝了 佛法不离生活 离开生活的 就不是人间佛教 离开生活的绝对不能传承 这个我只能想 我念之在之 我也着急在心里头 我想师父以他 他要建立的不是一个寺院 他要建立的是一个教育体系 所以我有把人间佛教的内涵 我们要很清楚的 很明白的把它学起来 那么当然在佛法的领域里头 我想就像未来我们课程的规划 双管齐下 一部分佛陀教导的 传统的这个教理教室 这个课程要上 另一方面 人间佛教思想的研究 大家不要担心说 这个是很学术吗 很理论吗 都不要担心 既然是人间佛教 他再怎么样理论都不离开人间 都不会距离我们太远 所以要用着这样的心去学习 而不是只有很小范围的 只顾着自己 我有拜托就好 我有诵经就好 个人的羞耻是需要 但不能只有那样 我只是做了这样一个 我插话 因为我觉得时间很宝贵 你们不提问就我自己补充了 所以要谢谢心灵大师 这位大菩萨 没有心灵大师 这位大菩萨 我们如同在暗夜中行走 但这位大菩萨 为我们带来 我们这一生中最大的福报 那就是人生路上一展明的 那么要珍惜他 那么跟着大师教导我们 到时安排我们的 好好去学 如果真要讲的话 大师建立的不止佛光山 还有佛光会 所以我还是一句话 你是佛光山的信徒 你就应该加入佛光会 我想真正佛光山的护法 信徒 他不会排斥佛光会 爱佛光山的人 绝对拥抱佛光会 愿意为佛光会 做义工 做干部 做一切辛苦 因为这一切辛苦 不会比大师还辛苦 这佛光会的会员 也会完全护持佛光山 包含到佛光山 就像多伦多这里 有开办什么课程 时间许可 安排的安排来学习 他是一体两命 这两个加起来 他就代表着 这是所有心灵大师 带着我们一起走向觉悟之路的 这个两大组织 两大力量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 包含录像里头 看到的各位 是我们的朋友 应该你要拥抱佛光山 拥抱佛光会 你要支持他 我们只有大家共同走在一起 然后人间佛教可以延续 可以继续向前走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吗 谢谢大家 我们就恭喜 下一转的佛教表演 那秘书长吴玉华师姐 我们的春心师姐去哪里 我们文宣组的组长 最近我想他睡觉的时间 也没多少 那今天请他坐下来 跟我们分享 对啊 那我呢就 其实哦 法师他们呢 完全不知道我要问什么的 刚刚啊 对吧 那我就立刻 就是抛这些提问出来 也没多少时间了 就提了一个提问了 但我们对这几位干部呢 我就比较偏心 我就一早就告诉他们 我的提问是什么 但我可能会变哦 OK 其实呢 在我们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只是 但是他们怎么样来接触佛光山 也是我们每一位 是否还够不够时间 每一位八分钟 还是每一位五分钟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吗 每一位五分钟 缩短的板 是吗 好 那我知道 春心师姐 是我们文宣组的组长 那每一件在我们多罗多国光山发生的大事小事 他都有份去参与 而且呢是连夜连日的这样参与 那就请春心师姐先为我们分享 到 就是说 很多话题可以跟你聊 但是我们只想一件吧 您在佛光山 佛光会参与这么多 有哪一件事是让你很难忘的 哎呀 跑题了 我准备的不是这个 OK 好 好 好 其实我两句话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砖沟 这两句话呢 对我为什么影响这么多 我一直很想分享 就是说 因为有佛光山 我这两句话 走得比大家都早一点 因为我比较早接触 也因为有佛光山 能够让我在我自己 我学习的领域方面 我能够持续到现在 这是我比较值得分享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 真的很年轻 很年轻的时候 我刚学校毕业 我有一个很好的姻缘呢 我能够在佛光山 公得主 他所开设的一个印刷公司工作 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游小姐 佛光山现在浦门杂志 需要一些美工 你可不可以去帮忙 其实我的家里住在 知道台湾人就知道 我是在乌兰乡下长大的孩子 距离台北我要坐一个 钟头的公路局的车子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我就想说下班后去帮忙 其实时间很短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 我说好啊 所以我就去了 那去了最后礼拜六 半天礼拜天这样去帮忙 到后来就 常常晚上都要赶末班车 赶回我乡下的家 那可是我很很开心哦 因为那个时候 有机会就可以帮忙佛光山 那本杂志呢就是浦门杂志 那个时候刚才黑白的 只有我封面是彩色的 那一纯法师带着我 我们两个常常就熬夜啊 然后他就说 诶 轩心你就怎么拍怎么拍 然后以后 诶 这么快 两分钟过 好 那我们就跳过 两分钟吗 所以呢我就 我就在那边继续做普门 后来他就告诉我 诶 轩心 你可以去参加庆明会啊 我说 嗯 OK 那我就去参加庆明会 我就礼拜天去参加庆明会 其实庆明会的聚会 在礼拜二晚上 所以我就去参加庆明会 也是一样 赶快赶末班车回家 我们那时候很乖的 没有留宿 没有外宿的这种情况 那有一年 那一年的 那一年 过年的时候 过年前 一通电话来到我公司 刘晓姐啊 我吓了一跳 这什么人叫刘晓姐 大师啊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你可不可以上山去画花灯啊 就是到山上去画那个牌匾 山上画那个灯会的 过年灯会 春天灯会的 我第一次画什么招牌 我根本不懂 OK 我会画画 我就上去 就在地上 就跟着那个叶正琴老师 我们就两个一起 而且当天是跟着心灵和尚 我们三个人扎了夜车 就回了山上画 后来几天以后 完成我就回来了 所以大师呢 从认识我开始 都一直叫我刘晓姐 一直到我结婚生子 还是刘晓姐 然后在温哥华的时候 温哥华副师傅 那个时候已经到日本念书了 那次的范围音乐会 叶红华是很慈悲 那个时候是派我 还有李润银师兄 夫妻两个人 到了温哥华 然后我们去那边的时候 那次音乐会 大师又碰到我了 他就说 刘晓姐 他就叫大家坐下来 刘晓姐 你说说 你对这个音乐会 有什么感想啊 我哪里敢说什么感想 我说很好啊 他说 你觉得这样就好了吗 我当然不能回答 然后 嗯 他就开始 似乎就是开示我们 这样 不过我还要另外的 跟大家分享 刚才在后面听 我就听到说 我们开生的辛苦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三十几年前 参加第一次我们大熊宝殿 落成典礼 那个时候 我是新年会的学生 还是一个学员 我们穿得很庄严的 就去参加 是持绒法师帮我设计的 我们也参加了大师的佛学奖座 在浦门市那个时候 在应该是在国库纪念馆的 我们也是第一个新年会 穿着荣宿库设计的制服 去献购 那个时候其实三畅 对于青年会 真是好得不得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 还有我要说的是大熊宝殿的落成以后呢 我们参加了信徒相会 这个信徒相会一定跟大家分享 是全台湾的信徒都回到山上去 我们住在哪里 那个时候只有朝山会館 没有地方我们可以住 所以呢 我们就住在浦门中全的教室 我们中学的教室 我们能怎么睡呢 我们每个人呢 有一条很小很小的 应该算是比单人的背 还要小的一个小苗 就很像人背 然后我们每个人发一个什么 发一包纯洁卫生纸 知道纯洁卫生纸吗 它的大小大概就这么大 我们每个人拿它做枕头 我觉得这身上真的是办事非常有效应 它知道这个卫生纸都一定要用 大家也不会弄脏 我们每一个人都整在纯洁卫生纸的 卫生纸上面 然后就过在那边 没有人抱怨 大家还是很开心的参加信徒相会 半天后大家各自回去 没有人争没有抱怨 虽然那个时候布施不是很发达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 我要大胆的用法喜充满 法喜充满的回家 然后一直到 我有缘接触很多很多 我的师兄也讲过 他接触的我也一半没有参与 那我要讲 比较感人的是我自己对大师的一个想法 他注意大局 可是他也很关照 很细小的地方 有一次我还在那边加班 连浦门 他在上面 浦门这个活动非常热闹 只要大师来 所有人就涌上去听吧 我没有 我不可以去 因为我在赶工作 可是他讲完开始 由他先下来 他看到我在里面做事 他马上走过来 牛小姐啊 然后我就这么想 他就把扫生出来 我赶快手去接 他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沐浴 是浴的沐浴 那时候我就想 我真的很感动 大师有想到我 他有看到我 我说 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伟大的大师 他能够注意到这么小的细节 他大可以走过去 去休息 为什么他会留下来 他做的没有人看到 只有我自己知道 大师对我们是怎么样的关心 所以 很多很多事情 其实都很感动 一直到这边来 还想感动 感动 感动大家 这个多人多佛光帅义工的发型 所以 为什么我今天特别穿这件 我觉得 其实我师兄 上一次分享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你要穿我们的义工服 很难得的 他说好 可是 因为 师父有交代 要穿的正是一点 所以 他穿了西装 如果今天我坚持 我穿个义工 因为我觉得 多人多的义工 走到哪里 都可以让他翘大拇指 我希望大家 跟我一样 来分享完整 谢谢 非常非常非常谢谢 然后我们也会把你说 最自身的之业 其实我们真的是嫌时间少 但是虽然我们说时间很紧张 我希望大家也不敢的回家 我还想再延长一点春心师姐的时间 因为你平常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你就一直是拿着相机 拿着什么再拍别人 拍 就说 站在末后 但是你是要把这些高兴的场面 紧张的场面 什么我们盛大的场面 留下来 那今天你在镜头前 有特别的感觉吗 你的感觉又怎么样 没有什么感觉 瑞金师姐说 我都没有准备要说什么 爆料一下 那我就说 没有什么好准备的 说自己的事情 没有什么好准备 可能我想讲了很多 所以我说没有什么好准备 不过我觉得 我还是要说我们的义工 大家都太客气了 看到我的相机就躲 只有我们会长 理事长绝对配合 为什么 大家都说我做事就好 不要拍我 不要拍我 为什么 我们大家都很谦虚 我们是务实的 大家都想我做就好 我不是要明 我不是要立 所以呢 我也不是要曝光语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鼓励我们大家 看到我的相机的时候 自然 自然 我们做什么 就是让人家拍什么 我不需要 所以你们看到 尤其有些人不以为人 我常常要抓个人 拜托做我的模特 有没有谁 让我拜托过做模特 有 因为很多人不愿意上镜头 我只有去设计 可是我不爱设计 因为我们不作假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了这么多 我们不是要作假 可是我希望有很多大家 真的这个要配合 也是要勇敢的承担 我就是义工 我就是做我要做的事情 我们不要躲 看那镜头不要躲 好不好 帮忙我 其实是最主要是帮忙佛光山 留下珍贵的记录 好 大家这些感觉 当然就是向您承诺了 以后大家不要躲镜头 好 那我想另外一位资深的 应该是我们副会长了吧 好 那请瑞根副会长 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刚刚呢 我也是对不起春心师姐 因为其实我的提问呢 第一道提问就是说 你怎么样他进国光山 国光会的啊 所以呢 就就我就没看到这个题目 我就看到第二个题目 就是没有感动 但春心师姐非常谢谢 他完全都为我们 就说报导了他的他的心里的话 副会长 请你分享一下 您是怎么样 在哪一年啊 跟那个我们佛光山国光会结缘的呢 师父 还有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 其实我在 跟佛光山有接触的时候 是在台湾 其实他们在开山的时候 有一天爸爸就说 听说高雄有个佛光山 他们去那次处都不用钱 我们明天就去了 所以我们去挂单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早上大师就见了我们 那一天晚上挂单了在潮山会 这样子 那是我第一次见大师 那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呢 早上见完大师之后呢 就有那个知客师来招呼我们 其实知客师呢 我不晓得他讲什么 但是我只有知道 他的法名叫做一如法师 我说 为什么 这个出家人的名字会这么好听呢 怎么这么奇怪呢 这样子 这是我进佛光山第二个印象 第三名想就后来大师到 台湾的国库纪念馆 去做联系三年的演讲 所以我也去了 去到时候大师讲的是 杨桌腔的国语 我都听不懂 真的 对 我全部都听不懂 但是我听 我就一直想 为什么会有一位法师 可以将国语 而且是佛学 翻成台语 这么传神 我就一直看着那个法师 其他的我都不记得 这是我对 那就是后来我知道的词汇法师 这是我在来到 从台湾来到这里 这是跟佛光山在前半段的结缘 那后来来到这里之后呢 因为就是说 因为我在台湾自己是家徒 是一个佛教徒 所以当然我来到这里 我就会看看哪里有寺庙 后来能介绍我去占山 那我也去了 那外表 当然我看起来是很明镜 我也进来他们大宴 每一尊佛礼拜 但是没有特别的感受 后来业务法师在康文的时候 那我们就去了 我就去了 当我见到那尊观音菩萨的时候 对了 这次就是我要的观音菩萨 就是这一尊 所以我就进来佛光山了 就这么奇怪 后来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开山 大师就满场来到多伦多 那好像隔两年什么 他就会飞过来 有一年他 他也飞过来了 那零零晚上 我们是在一位信徒的家里 那时候应该是讲家庭符罩 所以我那天就带着我爸爸 我们去亲大师的家庭符罩 讲完之后呢 就那个主人就介绍大师跟我父亲就认识了这样子 那后来大师就听到我父亲就说 下次我来的时候呢 那我去你们家 哦 OK 那后来第二点的时候大师就说 听说要来了 那我们心里就想 那大师会不会记得 他说上次要来 这次会不会记得他要来呢 那我们也不敢问 所以也不想怎么办 所以有一次也 他知道这件事情 那他就去跟请示 义龙法师这件事情 后来义龙法师就去联络 就大师确认要来我父亲的家 那天早上 我就跟我们家观音途上讲 我说今天 心仁当事要来我父亲家 那我只有求观音途上 今天就是这样 所有的事情能够功德圆满 那我就开始带了师姐到我们家 做了一些素材 请大师 因为当时我们是办了第一次的那个 音乐会 就是在Earthed那边 所以大师要感谢当时的一些 帮助的那些艺术家 在我们家用餐这样子 所以我们觉得只有十来个人 可是我没有想到那一天 是人山人海 我来了多少人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很多人这样子 然后那我回到家之后呢 就开始招呼 访害主 访害弄这样子 那后来爸爸就 下楼就跟我讲说 嗯 对了 今天大师到的时间 跟我朋友到的时间是一样 蔡先生 他远从台湾来 可是那个时间他也到 那你大师也到 他说 大师呢 那你就留在家就招待 我就去机场接我的朋友 因为你们也不认识他 那也不晓得怎么接他 我说爸你不行走欸 因为你走怎么办啊 那个你的朋友 你就叫人家去接 他说不行啊不行啊这样子 后来 那我们就在 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呢 那也没办法 就继续工作 因为很多菜都要做嘛 这样子 就继续做了 后来电话铃就响了 电话铃响了说 也没人去接 只好爸爸自己接了 他在楼上接了 接了之后他就下楼 就跟我讲说 认证这个冥冥之中真的很难说 我问他怎么事啊 他说 刚刚蔡先生打电话过来 因为他说他上飞机呢 他前一天 因为他第一次坐远 坐那么远的飞机呢 所以他前一天就打电话 机长躺覆他的机位 他就说他的机位是有的 可是他那天去的时候 那个机场的时候他没有位子 那他就说 跟我爸爸想翻牵扎 反正我是来晚的 晚一天没有关系啦 那我们一定再来 后来爸就跟我讲说 这样子 OK 后来第二天 那天就很圆满啦 对不对 那第二天我们就去机场 接我爸爸的朋友 接了之后呢 我爸爸的朋友都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们 航空公司弄错 所以呢 他就给了他一张免费的机票 来回多了多 这是我当时很感动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觉得佛教佛法很不可思议 然后接下来我就 当时我在台湾 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人间佛教 但是我又有印尼学会印尼笔子 可是我就觉得好像 只有什么禅宗什么宗的 就没有听过人间佛教 所以我就开始去 什么叫人间佛教 然后也慢慢透过师父的带领 就慢慢的了解什么叫做人间佛教 也知道说 其实佛教是我们的生活要 要生活化 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将我们的佛法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人间佛教 而不是 就披在山章里面 深山里面就是说 坐在那边 修行啊打坐啊念经这样子 所以我就慢慢的接受人间佛教 可是我们当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办活动 可是因为那时候 大家因为都还没有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多的教育 因为我们要一直推广 就是说佛光山人间佛教 所以这中间 所以办活动当中 我也有点失望 为什么大家都是佛教徒 为什么会这样会那样 其实有一次我碰到大师的时候 我很想问大师 大师你说 我们从活动当中可以学到东西 可是我很想问 可是我不敢问 我觉得 那我在等一段时间 让我再了解看看 是不是在活动当中 我可以学到佛法 在活动当中 我可以学到谢神 后来一次经过差不多 将近要十年的时间 我慢慢体会到办活动 这种活动当中 我可以将活动里面 去用佛法来接受各种的尝试 接受各种的挑战 这是我一直在佛光会 在佛光山我一直觉得 我应该要留下来 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有种使命感 我必须在这里 必须在留在这里 虽然我不是很好 你只有我就觉得有这种感觉 谢谢大家 谢谢 确实我们在佛法会长身上看到很多使命感 他在哪的时候 他都是一力成单 是我们佛光人的一个好榜样 那再接下来我相信 下一个很深深的应该是我们秘书长吧 是吗 好 那佛法师姐跟我自己在佛光园 近一年来的并肩作战 我也看到他喜怒哀乐 很多的这个表情情绪这种 那让我们秘书长佛法师姐来分享一下 您当初是怎么样 要吸赖进入我们佛光会 这个缘分是怎么接下来的 有请分享 谢谢 师傅好 各位佛光人好 刚刚Betty说的吸赖 其实真的不是吸赖 我是从香港移民过来的 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 汇职系里面工作 我工作的大概许几年 就是移民过来 移民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都是做事的 从来都不知道吸赖是什么 不是怎么出发 不是怎么偷窄 他自己说他本来是一个C9 所以我是上班一组 来到这边的时候 然后他又落地 就是一个星期我就去上班 我就在当堂一个很大的律师坛工作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个姻缘 我就猛茶茶的就进去 进去之后大概很快的我就 我就在怀孕 怀孕之后就是 就是一年之后我都没有做事 都当时候就是做事 那时候就是在家里 就是爱排的孩子 可是我这个人就是 很多事情都是很喜欢自己做的 但是生鲜的事情 新的事情 我都去研究去玩 还是怎么样 我在加拿大人家很幸福 不是很湿润的人 可是我来到加拿大就很湿润 我每天在看电视 CityTV 我看到我 看人家怎么样讲英文 他的家里的怎么样装修 我全部都学了 学了在我的家里自己做的 然后就是有一天 大概我这个时间过了几年 我的孩子还是很小的 我在开车 开车之后有一天 我的先生告诉我 老婆 我的公司对面看来 就是什么佛光什么什么 佛光什么什么 就是你去看一下 那时候我带着我的 baby 早上给他上学校 我就开车去看 然后当时候就是 禅经中心 Richmond Hill的禅经中心 我进去的看 就是看到有些书 有一个男的医工跟我介绍 介绍之后我就 OK 这个是书 然后告诉我 我们有些佛学班 我说也不错 我就去学了 那当时我的佛学班 就是我先把我的女儿 放到人家的家里 然后我自己的跑去学佛 那个小孩子在家里 就是帮人家的小孩子打架的 我都不管他们 我去学佛 那个学佛的佛情带中 我当然是很感激 那个医药法师 我一直这样去上来的时候 我是每一次的上课 都是都是很足够的 那个那个那个 没有没有缺佛 所以我是优秀的学生 全情 全情 那这样去上来的话 就是师傅觉得 那个人很投入 他们说 你快来帮忙 帮忙的时候 我就OK 因为我一直都是做秘书的工作 所以我在打字 那什么 我都是很有很快的 所以的时候他就 帮忙做一些功德的输入 那当时候呢 我就从英文转过来 中文 我一直在香港讲英文的 中文的什么都不懂 就是成为清 那个师兄 就叫我怎么打中文 从这边整个开始 我就一直在帮到厂 然后到这个时候 是1997年 还是98年 那个世界大会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帮忙 就是一直帮到现在 其实很多人都是问我 为什么你的小孩子那么小 你一直都不回家 就是在做事 其实 其实 这个这个这个过程是很 我想很感激我的现场 他就是在家里就当 丢业 他就是 他就是 我就是在外面 中文录掌 其实 大家就是在这边的意工 然后佛光会 乘着我 其实我 什么都不懂的 就是慢慢慢慢的学回来 就是很感激的佛光会 给我很多很多的机会 办很多的活动 从活动当中我们一起走过来 跟着师父跟着一些活动 怎么样插货就是跟着会长们 怎么几任的会长有督导 应该是之前就是 陈弥萨我们有跟 是那个女的 傅士林会长 然后就是官保卫 然后就是陈回才会长 然后那个蔡健要回来陈回长 所以我们有几任的 在跟着他们一起来走过 所以现在也是在万经佛光庭这里 就是每天跟大家接触 其实我觉得我一个人 这个一生里面就是很顺的 我进入佛光山 没有什么 有什么 我现在其实没有很大的反对 他反对了 我就把那个脸他就不敢 其实他就是成了我的后面的一个人 当时候师父有说 只要你真心的为佛教做事 你家里的信息永远看 确实我们的秘书长真的是佛光山佛光会第一 我在他旁边 我的办公座在他办公座的旁边 经常可以听到有的家里也会有电话来 因为他的大女儿在澳洲 小女儿是一个成功的行政人员 他的先生是希腊 但是也不是也是专业人士 只是他不管家了 那谁管呢 都是他的亨利在管 但是有的时候通电话的时候呢 他就会不花太多时间放在他那些 除了国光会的事情 他别的事情他都不花太多时间 真的是 我们看到两三点啊 早上啊 微下午啊 你们都会收到他的email 如果我们有活动进行的时候 师父我想也是在半夜三更的 听到他的电话或者email啊 line啊什么的啊 我们的秘书长真的应该给他多一顿的掌声 好吗 真的是亲眼的我现身的啊 好了 会长 会长是第二任回来做我们的会长 那当然会长给大家的印象也不是太少了 因为有什么事情他都通在前面的 那请问我们的会长啊 当时您是怎么样 只喜欢这个运动也 又有这个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你怎么样跟佛光山接了这个缘呢 师父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其实开座什么进来的时候 大家知道我是观众潮的朋友了 当时我起了95年吧 他们在外面有个活动 就需要帮忙 当时我也不晓得什么是福光山 什么是人间佛教 谁是幸运大师 我全都不懂 我急认识观众位 当天他就打电话说会不会把你帮忙 我怕是会带 带到当餐去 我是可以的没关系 我反正有点时间 到当餐以后就碰见满地法师 满地法师当时给我的考验很大 他说麻烦你站在我旁边 OK没问题在我旁边在我旁边 可是他也想想的是 我相信越闷吧 两天在外面仓库里面 没有空调我 没有暖气我 站两个小时 哪个随待拍照 拍给人家流浪看 我们当时是跟政府合作的 我差不多一个小时 我说嗯 我觉得时间很棒了 不错 我看到旁边买一法师 他还在做我 我说没关系我继续做 说完了 我问满地法师 累不累 当然累啊 我说懒不懒 你说了懒不懒 我说哦对对对 很懒 很累 我就不明白 浮光山佛教 跟当餐的流浪汉有什么关系 我到时候发问这个问题 后来师父就告诉我说 好很简单了 人家佛教 那更长 我报道理论 这大堆 我到时候听得不明白 要没有兴趣 老师讲 嗯 帮忙朋友嘛 一趟而已啦 很简单 后来慢慢的 活动比较多了 我也要成就帮忙了 我留在浮光山时间 为什么比较长呢 其实就这样小小的秘密 我真要告诉大家 因为当时候我在浮光山帮忙 时间不多 我艾达我太太的姐姐 艾达也在浮光山帮忙 时间较多 后来就把艾达达拉进去 你们帮忙 我就旁边看 那行 太太出门我就有空大 我自己可以踢出球啦 唱卡拉OK啦 让朋友要去 我当时要喝点球啦 我 变成我的空间 我时间很多 对不对 我说哎 赶快去赶快去 你们去做你的事情 啊 原来有因果 真的有因果 不想怎样讲 我当时就要成亲 我这样想话 后来说 哎 老公 我我我我 他说 我现在接任了 那个万景烈志文的会长 OK 当时是分队会长 他说 我身边没有工作的帮忙 我算你一个了 我说 OK OK 帮忙一点 没关系也不难啊 不会有难到我 后来 加一点点 加一点点 变成不是 他外面的时间 变成我自己的时间 变成他的时间 哪也没关系 他说太疼了 OK 帮忙他是应该的 我记得当时我在 那样 那样的万景烈志文官员 哎 我是一共去帮忙一下了 就是不学班啊 不学班去帮忙 帮以及帮什么 OK了 帮忙就趕快跑了 去替我等喝咖啡 很简单 有一段故事会说 哎 你常常过来 可以帮忙做班长 我说 做班长 班长 有什么事做 那你什么事 就是 帮忙帮忙 看一下就可以了 OK 没问题 朋友交通我一定在做 就变成做班长 班长啊 是不乖 不是 班长啊 每个时段 开门前就进来 不然走就好 你常常离开 OK 我进福光上面 就是故事我叫 哎 麻烦你帮忙一下 所以我先只是 关保卫帮我连进来 也要是故事我慢慢留下来 也要是我的老婆 叫他们推我 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所以我在福光上面 就是 拉进来 留下来 再推他 就做了现在 谢谢 那你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还记得给我一分钟 不要生给我一分钟 我记得我一趟做会长的时候 哇 我很害怕 我当时还年轻 真的老实讲 我觉得既然年轻 做了会长 怎么看得不下 我跟师傅说 哇 我那么年轻 我什么都不懂 做什么会长 做过来 师傅说 是人家选你出来的 一定要做 我说人家怎么做 一边做一边选 我说 OK了 OK了 我记得第一趟 那我们跟永渡岛去台湾 我想过年的时候 对不对 哇 一直在躲 大家想想看 我现在的国员讲的不标准 当时候 跟标准的 那不少一点关系 我觉得 借我自己听得懂 大家看得懂 就是 点头点头 你不要讲什么 就是那个点青 我当时第一趟去 台湾半岁村 春节晚宴 哇 好爱玩 哇 永渡岛 我们抗救了 他不是我老婆 我们抗救 就是抗救了台湾 想抗救了 抗救了 欸 这是我们的新的会长 你们都要照顾照顾啊 我说 好好好 这个给我印象很深 我当作第一趟出来 跟其他的社团会面的时候 很多前辈在帮我 我去台湾半岁村党的宴会 永渡岛一起在帮我 我去香港那边的社团 关注了 我就站在我旁边 我在家里面 我老婆就站在我旁边 所以他们三个人 对我的影响中的很大 可是我很习惯 站在人家旁边 是看看这样的 有顾师傅在的时候 我就站在顾师傅旁边 这中间就是 从他们上面的中间 学回来的 所以现在你看见 我站在那旁边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有运务要交给你们来做 刚才丽华说 她很忙 我很开心 因为我是很懒惰的 我只会把我的工作派出去 丽华帮忙做什么 艾迪硕帮忙做什么 艾迪硕帮忙做什么 艾迪硕做什么 很多很多事情 Central Central 其实我进来的时候 我刚进来的时候 做世界大会 他是我的组长 我当时有些交通组 是你交通组的 我上次不错 每次做的时候 哪里去 喝咖啡 很简单 可是 早上四点钟 stay back 晚上两秒钟才下班 所以中间还很分别 可是我觉得在福光山 那么多年 学识很多 挂到后面 阿波 阿波给我很多 不同的概念 怎么做人 怎么做事 真的 他好像 他觉得很奇怪的 一个脾气 大家有机会 就跟他好中一下 对 另外一个题 马修英 马修英 你给我了 后面的资金 好 为什么呢 他说 哎会长去年了 拿了三卷 三年前 拿了三卷 你做了四卷 我说 对对对 他说 有时间多年回来 大家看着你 我说 谢谢谢谢 所以我身边很多的师兄 很多我的朋友 其实我 这条路走过了二十年了 我会觉得不是我自己 的哪里有多少 可是我身边很多朋友 在帮忙 我觉得 学多 知道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 包括你的家庭 包括你的朋友 他们很多你的帮助 我是感恩 我真的很感恩 要是没有福光山 没有永福法师 没有关注到 没有爱打 没有很多很多 帮忙 我今天还在打架 踢足球 哎 打 我打架很强 很棒 我现在都常常打架了 踢足球的时候 红牌 红牌 1 2 3 4 5 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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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可是那是几千的事情 最近我记住了十年了 差不多十年了 一个红牌都没吃过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进步很多 可是我的进步 还是靠大家的成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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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么多的经历当中 大家是否可以用一句话 或者一个字来形容你此时此刻 看到我们福光山开山中长 为我们的福光山建立过五十年的历史 又见证我们福光山二十年的历史 你又参与这么多有意义的活动啊 参与这么多有甜酸苦辣的 那用一句话或者一个字 春心师姐您会用哪一句话 或者哪一句字呢 第一个话言 还是征求多一倍 我要两句话 好英好圆 是我自己这一路 跟着福光山过来 感觉的就是好英还有好圆 不管在台湾 在美国 在西来寺也待会 一年十个月时间 一直到多来多来 真的是 只有好英好圆可以说 第二点 有愿无悔 愿的是什么 愿的是自己聪明不够 智力不足 跟不上大师的脚步 跟不上顾师傅他的思路 转得这么快 你跟不上 真的是愿自己 第二个 愿自己时间不够 如果再多点时间 我想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无悔就都不要说了 我们大家都是福光人 公民主席 哇 没错 今天是愿无愿 真的太好了 我们跟着您学习 秘书长 您有一个字 或者一句话 一句话 您会怎么分享 我是比较喜欢 人生三百岁 要是盲是营养 太好了 大师的教会 我们应该永远都记住 那会长 我把你放在最后 我怕你话多 好 我们副会长 用一句话 或者一个字吧 此时此刻的心情 就是心甘情愿 谢谢 太好了 真的 人有心甘情愿的这些心态 做什么都很高兴 发喜充满 会长 我知道你不止一句话 也一个字的 好 那给你讲 给你讲多几句没关系 其实可以讲的真的很多句 可是我常常挂着后边一句话 就是 捐忠与抱有 这个是我在那种大师那边 学会来的 我觉得我过去十年 这句话 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 老实讲 做会长的位置 感受到捐忠 抱有 真的 每一天都感受到 这个是 我记住大家 捐忠与抱有 不单单 那个胡瓜山 我觉得最大的用途 是用在家庭里面 我以前跟来的 上人的 白炒 人的心炒 怎样炒饭炒面 都不是炒架 后来学会结局的话 捐忠的抱有 我们炒架的机会 真的少了很多 所以 捐忠的抱有 是 受用无穷 好 谢谢 非常棒的分享 我们春季师姐教我们说 好阴好圆 有怨无慧 我们秘书长就是人生三百岁 忙是营养 副会长心甘情愿就够了 会长鼓励我们尊重与包容 非常谢谢今天大家的分享 那如果我们大家 大众没有互动的意愿吗 有吗 桂香师姐 怎么会没有分享 一定要 其实呢 我知道师傅非常想把您的分享放在七月 话说师傅的时候 实在太多故事了 那师傅现在要不要让他讲一句两句 还是卖个关子吧 留待七月 七月大家真的是要期待一下 我们桂香师姐跟佛光山的姻缘 真的是也是很多很深 那跟大师的姻缘更深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 希望师姐跟我们分享 还有吗 我们时间还 哦 淑哥师姐有分享 当然 谢谢 我是忍不住要说 因为这两天 从15号到现在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机会上网 去看这个开山50周年纪念的 话说佛光山 非常非常的精彩 在这当中呢 我也不断也听了 像高熙君教授说的 大师什么蓝海这个策略啊这些 可是这个都不 这个每一个人要来分析 大师是怎么样来开放这个佛光山 我想每一个人都能只看到这个 许多层面的一点点 那经过这本一点一点呢 我想我们会更多更了解 更感恩 真的 我觉得很难想像 这究竟怎么样能 才能看到大师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面目 现在还看不清楚 因为真的是太高广大 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上网去看 真的非常的精彩 让我们更认识佛光山 让我们更加的了解 什么是人间佛教 让我们也能够从这个当中 也都能得到这个当中的这个法喜 在我们生命当中 得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启发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书根师姐 她在佛光山的音乐也是很多机会 我们也要分享一下 那我也回应书根师姐的感想 这几天看到很多的 就是说现场直播 这些也是非常感人 我除了看现场直播之外 我也找个机会 也是看了很多以前大师 在我们香港鸿勘体育馆的演讲 跟在国库纪念馆的演讲当中 我很深印象的有一句大师说 大家都知道 我说有佛法就有办法 但是你们不要把这句话 当吼头长这样讲 你们要了解什么是佛法 才知道怎么样用佛法 用在生活当中 这个佛法才有办法 不是说光会讲 有佛法就有办法了 这样 你到底明白什么叫佛法吗 那这是我们现在 在跟着我们的 这些优秀的法师们 在学的东西 好 大家在这几天 看了这个图像展 参加了我们的这近期的活动 跟今天的分享 还有大家有跟我们互动的这些 对吗 还有什么 这是我们法师在 我们做一个总结 好 总结 有请佛法师 因为 就要十点钟了 我觉得 其实怎么样讲 对我们来讲 不是只有意犹未尽 是讲不完的 因为佛法师 就是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 那么我只想用一件 师父的一句话 给大家一点分享 我记得我当时要出家的时候 因为我一来我接触佛教太短 更别提接触佛光线 我刚提了十几天 但是二十几天之后 我请求出家 那大师就不赞成 他说你应该先去读佛学院 经过几年之后 你认识佛教 认识佛光山 然后你那时候再来了解之后 再来谈出家 那当然 我当然有很多的 跟师父的 一问你答 一问你答 就慢慢一直过关 这个没有时间谈了 或者有些话 应该保留到 师父与我那一场再去谈 那最后有个关键问题 因为师父就说 就说看来 他说你是一个 就是我了 当时才那么年轻的我 师父说 看来你是一个 不轻易做决定 做了决定 也不轻易改变的人 这样好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这样 说你告诉我 佛光山是谁的 我就说 当然是大师您的 师父就说 所以啦 你听话 你就先去读佛学院 一直到 你认为佛光山是您的 你再来找我出家 当然我后面接了一句 我说 大师啊 你现在这样问我 佛光山当然是您的 如果你现在让我出家 现在佛光山 就会是我的 就因为这样 就过关就出家了 我讲的就是 我要提到 听懂师父问了这个问题吗 你回答我 佛光山是谁的 我 我们的 我 是 是 佛光山其实就是 我们每一个的人 我们 就是 你要回答是你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回答 就是你的 因为佛光山是我们的家嘛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我们今天就很像在 话说佛光山就是 话说家常事 在这样家里头的事情 只是时间真的很有限 当然大家从不同的层面去分析 那我一直都觉得 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话要说 不管你接触佛光山 时间是长是短 是深是浅 你都有你心中的佛光山 因为毕竟 在座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当义工 你们都参与义工 排个椅子 擦个地板 擦个窗户 擦个什么 搬个什么 现在圆游会 现在什么什么 平常是太多大家参与照顾的 因为你这样付出 这样参与这样照顾 所以佛光山当然是个人自己的家 那么自己这个家 同时它又不是普通的家 我一直觉得佛光山 肩负着佛教要传承 佛教要延续的这个重则大任 所以我们的学习就不是只有满足自我就可以了 不是说有了我就诵经了 有了我就拜佛 有了我有听课 不是这样 请大家关心佛教的延续 佛教的传承 如果我这样问 我这样说 那么大家就想 你身边的人里头有哪些年轻人 如果你的孩子有姻缘 请给他姻缘 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姻缘可能已经过了 那不要忘记啊 他有家庭 他有事业 他更加需要佛法来引导他的人生度 是佛教需要你的孩子吗 不是 坦白讲是你的下一代需要佛教 是他们你们要留什么东西 留多少的财富吗 房子吗 什么吗 给他们吗 这些都有用完的时候 但是把人间佛教留给他们 传给他们 他们的生生世世 你的世世代代的子孙你都不用分心 他绝对是有一条光明的大道 所以是你未来的第二代第三代是他们需要佛教 那所以佛教有必要延续 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 那总是呢 我听大家讲我很高兴 我觉得就是大家走路门来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分享得很好 我不需要在这里为大家做总评 但是呢 我说我自己争取我要让总结 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佛光人 那么希望大家为你佛教的传承 一定要做出努力来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今天我们都把所有总结 那么今天的我们这个化粧活邦山呢 就到此结束 让我们先退步 好